应该用继续遇到的情况, 就是现在内地已经给了很清晰的讯息, 给我的工厂不再容许他们做我公司的课, 我自己出了贴文,全面打压, 这其实都预料了, 不过好像之前跟你讲过, 我始终抱着一个短点的精神, 民企中国同胞,我不会放弃你, 你国家迟早趴我走, 我都要想这些方法, 现在急速了些,比起我预计中, 即是越来越有很多厂退出, 我们都要快些去其他地方找到生产基地, 但在疫情之下是困难, 因为疫情之下又要隔离, 很多工厂亦都有lock down,停产, 在印尼,泰国,菲律宾,令我这计划拖慢了很多, 但我现在看到多数在九月份都不会有新货卖, 因为他们真的逐间逐间厂去, 警告他们不准跟我们做货, 甚至牵涉他们家人学业的问题, 出动制服官员去警告这些厂, 我只是长话短说就觉得一个那麽大的国家, 我有那麽蚊型的公司, 你用什麽借口都好, 你说中国那麽大,那麽多省份, 那麽多城市,我管不了那麽多都是借口, 你都应该去反省下你们那些规范性是多差, 即是你要出动到公安加上不知真或假的国安来恐吓我们的厂, 不可以再提供货给我们, 没问题,我又预了一早要走, 但你是用那麽大阵仗的方法去对付一个在国内无犯法的人, 在香港都无犯法的人,在背后整人, 你想想多丑怪,希望这条片我们中央领导人都可以翻墙看到, 我都很想问你们这些问题, 你们容许这些那麽卑劣的手段, 去打压一个那麽蚊型的公司, 你们是否继续诈不知呢, 是否继续想告诉全世界听, 我们这些规范性的东西, 我们知道之后我们会去进步, 我今天告诉你们, 你下来我整十间厂叫他们不要跟我做货, 但原因呢, 我叫有些厂问他究竟周小龙在香港或在大陆做错了什麽, 很多都不敢问,有一间问了, 他说对方无回答他, 答案是真的无做错事, 在无做错事的情况之下,你都要整死他, 因为他在香港讲话, 就是讲个公道说话, 你便要整死我, 还有,最有趣的就是, 其实这件事怎麽發生的呢, 我不相信我在广东省那麽出名, 怎麽發生的呢, 我无办法不推断就是, 其实是香港国安开了我的范图, 跟着就跟国内国安讲, 喂,香港找不到证据了, 捉不到他,他又无犯法, 你们想这方法,弄死他吧, 是不是这样, 即是香港人搞香港人, 又是香港人搞香港人, 就像林郑那样,香港人搞香港人, 所以这些, 即是香港人怎麽可以服从你们中央的管治呢, 如果你容许一个那麽蚊型的公司, 我的case令到很多小商家都很, 即是有这个同感, 那麽细你都要踩扁他, 讲他公道说话出来,你都要踩扁他, 即是你这班人有无人性, 即是你们在香港开会, 你告诉他,我们香港想不到办法弄死周小龙, 你们想这些, 好,我们去海关拿些文件, 那些货是谁帮他做, 找到十间厂, 好,走,你们踩上去恐吓他们, 因为厂问他,他不回答, 有一天有些厂都不认识我, 无见过我, 这周小龙我们这客做错什麽在国内, 回答不了,因为没做错, 在香港做错什麽,回答不了, 是很丑劣, 但你见到很多很相关的例子, 包括他找黄柳权出来讲话, 其实很相关, 全部都是讲大话, 即是跟你在那儿声东激西, 讲到什麽是国家安全, 香港才安全, 他又无解释给市民, 如果我当时在场我问他是黄先生, 香港在哪个阶段有国家安全, 有哪个国家来威胁到中国在2019年, 有哪个航空母船在维多利亚港, 有哪个国家宣扬过, 我说要将香港占为己有, 变成他的殖民地, 这些人为何我们不服从共产党管治我们的原因, 总之人家穿着制服上来, 你当然有事做错, 你不要抵賴, 你实是有事做错, 所以人家才会上来, 又不叫他搞其他人, 我说你是不是很肯定我有事做错, 他上得来,你都有问题了, 我说你问问你的香港朋友有无问题, 我们不问了, 总之搞到我的小朋友上学升中, 上大学都回不了, 我不搞了, 总之不跟你讲那麽多了, 总之不帮你做了, 我说你不帮我做, 你都五月六月告诉我听, 我还可以找一些厂代替你, 你现在才来告诉我听, 他现在才上来, 证明他知道我们最关键性时, 才想去恐吓厂厂封杀我们的生产线, 我说你都要有道义, 你现在这样上来, 八月底上来, 我怎找到人帮我做, 现在疫情又去不了东南亚的国家, 你想你了, 总之我们又不搞那些人了, 你得到个信息就是, 你这些烂仔我们不搞他了, 这是黑社会, 你正正当当, 就算你被冤枉也好, 那帮黑社会很恶死, 他说我都有这样说, 我说你都有损失, 他说我这个损失很少, 他说我出些货给你, 以后给你封牌, 我想这些都很认真打压, 我想那些厂可能自己都有些不规范, 或者做事, 或者违反了一些环保条例, 或者消防条例, 可能被人拿着痛脚, 就好像汤家华人家耀言被人拿着痛脚, 拾不高, 可能都是这样的情况。